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我们来看摩斯探长前传第五集的第六集 这也是本集的最后一集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消失在时代的浪潮下 摩斯所在的警局即将淘汰关停 大家都在等待上面分配去处 摩斯先一步去到寒水南校 应聘古典文学老师一职 职位和摩斯可以说是配一脸 可惜不是真的 这是最后一集 新任务做卧底 老布局长简单介绍了一下案情 这所南校不久前 有一名艾弗里艾老师失踪了 当地有两名警员已经前驱调查 但在回程途中早与车祸双双殉职 虽然很巧但没有线索表明 失踪案和车祸有关 当地警方出事不力 上面就打算让老布跨区接管 做戏做足 上面还给摩斯分配了一名贾夫人 包和小贩展开热恋的小金 他的这个窝底庄我个人可以给到98分 留两分下次一定 摩斯去学校一聘 小金就在附近打听 顺带一说 摩斯是无缝先见了艾老师失踪前的古典文学一职 住的地方也是艾老师原来的家 艾老师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村里唯一的酒吧 小金已经找老板打听到 艾老师是他的乘客 还经常让学生帮他跑腿买酒 失踪那一晚 走前友提到过一句 要去见艾格尼斯·戴维斯 听者是个女性的名字 但周围人从未听说过 艾老师虽然是已婚男 但很爱护看男女之事 当时谁也没有放在心上 自到那一晚之后 艾老师就此人间蒸发 当夜卧底夫妇面对首要难停 一张床怎么分 睡客厅不行 有窗容易防不胜防 一事一听排除两个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 让摩斯水浴缸 可怜摩斯脚伸不开 耳朵还要忍受下水道发出的交响曲 万事开头难 第一天上课再次撞进了麻烦 几个男生在霸凌自己的同学小卷发 态度嚣张 被撞进了野理直气壮和摩斯狡辩 说什么气凌弱小是自然法则 这里是非洲大草原吗 弱什么肉 跑不过猎豹 大不过小巷 装什么狮子虫亡呢 彼是这种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小原霸凌者 不给名字 统一就叫小霸 摩斯安抚好了小卷发 便开始了他的第一堂课 点名时 注意到一个学生和熟悉的 黑帮老大同姓氏 一查资料 这真的是黑帮老大的儿子 小刘海 这是贯穿前几集的一个剧情 说的是摩斯他们所在的辖区 窜出了一个黑帮新势力 来挑战当地原有的黑帮老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 火车司机大叔 取咖啡店收保护费的黑帮老大手下 以及相关案件的污点证人 都被新势力杀害 作为受害者 屡次遭到新势力的挑衅 黑帮老大从头到尾坚持 自己对付 拒绝配合警方 做父亲的在社会上 遭新势力的打压 多儿子的在学校 被小爸们欺负 都挺惨 另一个学生小崔也引起了摩斯的注意 他特殊的地方在于 人退学了 时间就在爱老师失踪的前几天 之前酒吧老板有说 会有学生帮爱老师跑腿买酒 这个人正是小崔 小崔刚走 爱老师就消失了 其中肯定有故事 听同学们的口气 爱老师平时爱给人起侮辱性质的外号 并不是个受人爱戴的老师 但这并不妨碍 学生们惦记爱老师的媳妇 不愧是青春期思想五颜六色的 大约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学校女性教职人员极少 摩斯接触到的 一个是校长的女儿兼秘书 另一个就是射监 作为护士的他 负责照顾住宿学生们的身心健康 这一夜摩斯值班 射监突然喊他过去 说是小卷发尿床了 带孩子遇到这种事情 他自己比谁都尴尬 想来是平日被欺负的多了 晚上才会做噩梦 闹了这么一出 摩斯出言安慰 这让小卷发想起到了爱老师 原来之前被欺负时 都是爱老师在保护他 小卷发床头贴满了偶像的海报 这也是爱老师教他的习惯 要用精神的力量让自己变强 挺意外的 之前了解到的爱老师 有说他好色的 有说爱情外号的 没想到在小卷发这边 头一次听到了好话 把小卷发安顿好 回去时摩斯被楼上的声音吸引 上去后意外地在自己的抽屉里 发现了一件全是窟窿的血衣 立刻送去禁局化验 血衣上有23处刀痕 血型和爱老师一致 但不肯定百分百就是他 但如果是 23刀基本可以宣告死亡了 这个转折也让原本以为 只是失踪案件的摩斯紧张了起来 血衣打哪里来 谁放进的自己抽屉 对方什么目的 先把事情往最坏的方向考虑 如果爱老师已被谋杀 平时和他最不对付的人 嫌疑最大 走访下来 这人就属学校体育老师钢老师了 爱和刚 积怨已久 爱老师失踪那一晚 他和刚老师发生了不愉快 原因是失踪那一晚 本该是爱老师负责放电影的 结果他临时有事 直接走了 刚老师被迫带班 两个人又不是什么好友 刚老师十分不爽 摩斯接触下来 感觉刚老师 并非钻留脚尖之人 说他为这种事情杀人 过于牵强 但这刚 绝算不上是什么好老师 他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期待 就会提罚学生 摩斯去找他的时候 小卷发正在受罚 就因为他不符合大众的要求 体质稍微弱点 就被同学 老师联手针对 这所贵族学校的氛围 真是有大问题 之前有提到 爱老师有意维护小卷发 会不会爱和刚 两人更深的冲突 来自教学理念上 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 另一位大胡子老师 也十足实地讨厌着爱老师 他话说的就很重了 评价爱老师是个残忍的人 现在那些小霸 胡子老师多半都有带过 以前他们并不这样 是爱老师故意激发出了 他们的黑暗面 向摩斯吐槽完 两人走出酒吧 在胡子老师的指点下 摩斯抄近路回去 路过一处荒废的墓地 侦探的低流感 觉察到里面有问题 果然在这墓地里面 找到了尸体 第二天 摩斯作为第一发现人 和四叔小齐会合 上来一句话 惊讶到众人 发现的尸体 并不是爱老师 是小崔 辞职口袋里面 有一张退学信 由此确定了他的身份 法医小哥推测 死亡时间在四周前 也就是校方 勒令小崔退学的日子 那一天 小崔是如何离开的呢 没有人看见 只是听爱老师转述 是他送走了小崔 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 摩斯断定 爱老师这话有假 因为小崔被退学 正是因为和爱老师打架 两人有这层矛盾在 爱老师会好心 送小崔走吗 换而言之 如果他不计较 为何不干脆向校长求情 让小崔免于退学呢 小崔案件的出现 让本事受害者的爱老师 翻转成了第一嫌疑人 发现尸体的目的 也有不少线索 摩斯之所以回进去 也是因为看到了门口 背文中的 上帝的羔羊这几个字 这和之前酒吧老板 提到的名字 两句话用英文 念得含糊一点就很像 爱老师提的根本不是女人 而是指来的这里 看地上散落的空酒瓶 这里应该是他的秘密基地 小崔作为跑腿 应该也常送东西到这儿 不得不说这选址还挺刁钻 一般人尤其晚上 肯定不敢来这里 小崔从外表来看 并没有受到外伤 具体死因 还需要法医小哥进一步确认 虽说这里是爱老师的秘密基地 知道的人不多 但从一张纸条上 摩斯确定 还有第三个人知道这里 纸条是在小崔身边发现的 上面用红色水笔 写的时间夹UP UP是usual place的缩写 红色水笔是老师改作业使用的 假设是爱老师写的 老地方就是指这块墓地 旁边的OK用的是铅笔书写 像是另一个人 对爱老师发起老地方见面的邀请 给出了答复 这个人肯定不是小崔 如果是爱老师约他 不需要地址条 小崔应该是跑腿送信的 至于写OK的人是谁 先打一个问号 现在摩斯最想知道的是 小崔和爱老师为何会打起来 两人原本关系算好 爱老师提供庇护 小崔帮忙跑腿 忽悔忽利 却不知为何突然关系交捂 其中的引擎一定是本案的关键 通过射箭的记录 摩斯发现小崔和小卷发一样 都是医务室的常客 除了身子虚弱 主要还常被钢老师体罚 上次提水桶都算轻的 这一次性刚的这家伙 更是无能狂怒 边形抽搭小卷发 理由只是因为他想请假 就算是黑帮老大的儿子 小刘海都看不下去了 出面制止 换来的又是一顿 气急败坏的拳头语 这种人做老师就两个字不配 上梁不振下梁歪 那些把霸凌当儿戏的 校爸们也出幺蛾子了 在小金回家的小路上 几个校爸堵住了小金 欲行不滚之势 幸好大胡子老师及时赶到 才阻止了意外的发生 光天化日的这些小孩怎么敢 掩饰房里 小崔的身上有着答案 他的死因是服用了 过量的围经物 校爸堵小金的时候 眼神迷离的样子 可不就是可嗨了吗 一起失踪 一起命案 现在又加了一个校园 围经物事件 寒水学校的水 到底有多深 小崔一暗 小范也跟着出了警 作为摩斯 都没有想到 这次斑嘴 竟成了永别 最近一段时间 小贩在跟踪新势力 以防他们再次和黑帮老大冲突 波及 无辜失明 这一晚小贩通知到警局 新势力冲进了黑帮老大的地盘了 意识到会有火拼发生 摩斯他们全副武装赶往现场 可惜晚到一步 屋内一片狼藉 无人生还 新势力老大是弃绝当场 黑帮老大再对四叔说了一句 不是我 这样意义不明的话后 也咽了气 原本以为两帮相争告一段落 谁知道角落里 躺着本该在外面等待增援的小贩 他身中树枪 生命戛然止步于23岁的年纪 最嫌弃他的摩斯 如今也是记小金之后 对小贩最为不舍的同事 火拼现场的桌上 有好几包违禁品 这应该就是两个帮派冲突的源头 想到小贩因此而卷入其中 老布局长心痛不已 摩斯在看到包裹上收件人的献名时 虽然残缺 但他还是认出了是艾老师的名字 原来这些违禁物 才是串联三起案件的关键 艾老师借暑假 外出旅游 收购违禁物 再寄回给国内的自己 他的头衔是贵族学校的老师 这种高阶层的身份 成为了他无形的保护伞 因抽检包裹的人员无法怀疑 每次都能绿色放行 艾老师拿着违禁品 投售给家境优渥的学生 剩下大部分则交易给了黑帮老大 想想小崔作为艾老师的跑腿 是很容易接触到违禁物的 甚至他可能已经上了瘾 才会失常的为此和艾老师打了起来 最后被退学 内心苦闷 通拿服用的违禁物 谁知道过量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从正经上来看 小崔之死意外的可能性很高 可艾老师就算不是凶手 也是间接导致小崔死亡的罪魁 并且他极可能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尸体 却选择坐视不理 心还真是冷 那么这个家伙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学校这边继血液事件之后 摩斯抽屉又出现了艾老师沾血的钱包 看到这一幕 底下的小爸们毫不意外的在看摩斯的好戏 似乎还很期待眼前的老师会被吓一跳 小爸这种态度像是在暗示摩斯 他们就是杀害艾老师的人 依次恐吓行老师摩斯 以后少招惹他们 格局小了呀 卧底摩斯巴不得你们这些嫌疑人送上门 一捆筷子不好折 一根还是好掰的 摩斯抓住其中一个小爸 旁敲侧击 发现他们那是虚张绅士 学医和钱包都是艾老师失踪的第二天 他们从小树林里捡到的 那里距离目的不远 是艾老师从酒吧回家的必经之地 也就是说艾老师在失踪当夜 就已经在路上遇害了 当夜艾老师挤着去干什么呢 肯定不是去墓地见的小崔 那有什么人值得他不惜招惹 刚老师翘班也要去见呢 八卦一点想 大约是女人 什么女人不能大大方疯的直接见面 需要小崔做跑腿中间传心呢 别忘了艾老师已婚 和别的女人那啥叫做投情 如果对象还是校内的同事 那形式更得低调 校内摩斯接触到的女同事就两名 射奸和校长的女儿 想知道当夜艾老师去见的谁 问一问跑腿传心的人即可 当时已然身亡的小崔 是不可能帮着传心了 他身上发现的纸条 应该是之前跑腿留下的 那么除了小崔 还有谁会帮忙送信呢 专念一讲 唯有小卷发 艾老师对他好 和对小崔一样是存有目的的 是为了让他代替小崔 做自己的跑腿 此时的小卷发 从床头海报的偶像身上 找到了如何打破霸凌局面的关键 肯尼迪 宁肯 金博士 他们都是被刺杀的 小卷发一直在研究射击公事 他要以暴制暴 报复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幸好摩斯及时赶到 才阻止了校园枪这样的发生 从小卷发那里得知 艾老师失踪当晚 确实有交给他一张纸条 传递给校长的女儿 他就是写下OK 和已婚的艾老师保持婚外情的人 但是那一晚 小卷发生病 住在医务室 就拜托了射奸帮忙传纸条 不曾想和胡子老师一样 射奸非常痛恨艾老师 刚老师那种人只能算人渣 艾老师用围经物 狐独青少年 实属现实的魔鬼 仇困的种子早就埋下 小卷发递过来的纸条 则成为了最好的契机 送完纸条之后 射奸一路尾随 校长女儿 确定了艾老师的位置后 等他没完事 就上前一刀接着一刀 拔除了这个校园 最大的恶魔头子 最后一个问题 艾老师的尸体在哪呢 射箭回复在符合他气质的地方 下水道 怪不得前面水管一直有噪音呢 现如今一个清白之人 为了阻止魔鬼 被迫沾染上了脏污的血 两败俱伤实在是没有淫加 无法释怀的当然还有小范 不仅可惜他在吉江和小金 修成正果时因公殉职 更是因为他的死因 并非卷入帮派斗争那么简单 法医小哥验尸之后发现 击中小范的子弹 不属于现场任何一把枪的 也就是说 杀害小范的凶手是活着离开了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黑帮老大 在死前嘀喃着那句 不是我 如今待了三点的警局 即将关闭 小范案件的疑点 只能交给他人去处理 收拾行李 各本东西的大家约定 对小范一案 不抛弃 不放弃 就算分开 追查真相的心 也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直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本集完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